长荣海运斥资1.5亿美元打造的长饭轮 可以容纳2.4万个20尺的标准货柜 成为全世界最大的货轮 就停靠在台北港进行了专柜作业 而随着最新一期的货柜运价持续的创下新高 市场预估货柜轮跑一趟就可以回本 货柜三雄今天的股价盘中也一度受到激励 逆势走强 货柜轮海上缓缓前行 一旁还有拖船喷水迎接 全球最大的货柜船 同时也是长荣船队最新生力军 首次停靠台北港 这一艘货柜轮就是长荣最新交付的长饭轮 全长400公尺可载重2.4万兔 也就是可以载24000个20尺的标准型货柜 整个甲板就约等于18个宇球场 就像是移动式的海上大型货舱 而长饭轮也已经加入长荣远东到欧洲航线站队 业界推算以最新一期SCFI货柜运价标破1万美元来看 长饭轮跑一趟就有望把1.5亿美元的造船成本都给赚回来 今年将有33艘的新船即将交货 那今年已经交了17艘 那运力整体已经比去年增加了20%来到26万的TU 货柜三雄9号股价也受到激励逆势走强 只不过上档军线压力沉重 中场只有长荣扬名小福收红 外资对长荣更掀起多空论战 华旗认为运价高档将延续到2022年给予买进平等 汇丰则认为运价2022年将回归长泰 给予中立评级 近期在月线以上也是比较压力沉重 因为在今年来说 其实基本面并没有太大的改变 但是短线上来说筹码层层的这样套牢压力 再回挡的机会可以去逢低承接 短线上来说7月的低点应该不会再跌破了吧 因为这一波下跌以来都已经跌了大概四成到五成 看来货柜三雄仍处于整理阶段 想上船的水手们操作上还是要多多听看听 东森财经新闻张博翔叶子晶新北报导